这是我真正第一次 在公开场课唱自己的版本的玻璃花 其实我是有压力的 因为它是中国名歌的代表 它是非常强悍的一首名歌的名字 好一朵美丽玻璃花 好一朵美丽玻璃花 莫璃花是一首江苏名歌 起源于南京六合一带的鲜花调 1924年世界歌剧大师普切尼 在他并重期间完成歌剧普兰多的创作 并将莫璃花作为这个 以元朝为背景的爱情故事的主要音乐素材 从此莫璃花的方向飘出中国 飘向了世界各地 成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名歌 它的旋律委婉优扬 波动流畅 感情细腻 极富江南特色 希望今天我的表演和 大家听过《留完》这首歌的一个 非常深的美好的一个记忆 能够让这场现场的观众有 有享受 有吸 有这样 让我们有请常识了 刚才我跟其他的伙伴们 我们在后台另外一个小白屋里 其实一直也在玩 其实很嗨 然后呢 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呢 我要很安静 我要忘记 这之前我所有的喧闹吧 所以我现在要让自己平静一点 那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这首歌叫《莫璃花》 希望您喜欢 对 标准姬姬姬 谢谢大家 好一朵美丽莫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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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花 好一朵美丽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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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啊 哎我我听他唱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脑子里有一瞬间想到Celine Dion在这春马的时候也唱那个茉莉花 Merry Carey Merry Carey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真的常识蕾今天神似梅兰芳 太大气了 我一定要说一句就是刚才这个编曲是我的好朋友彭飞之前帮我编的 要感谢他还有今天乐队帮我演奏了这个曲子 所以谢谢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其实已经是了 我相信他未来一定是世界音乐的传奇人物常识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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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